人生无意义而空好 第六个修法 人生无意义而空好 要思维无意义而空好 修行的时候先应该皈依和发菩提心 然后自己心里面想 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到古代的一些修法来讲 大海里面去宝 他已经到了各种如意宝具足的宝珠 但是因为这个人非常的愚笨 他没有拿真正的如意宝或者交宝 根本没有拿如意宝空手而回来 空手而回来我们觉得这个人很可惜 你看这么多的如意宝当中他一个也没有带回来 觉得非常的遗憾 同样的道理我们来到人间相当于到了宝珠一样 我们行持佛法已经获得了如意宝一样 但是我们这里有些人虽然已经到了人身大宝珠 可是佛法如意宝没有接受没有了解到佛法真正的意义 而是世间各种各样的无有任何实在意义的琐事来耽误自己 然后延误自己的一生 最后临走的时候什么样佛法的境界也是没有得到 空手而回那这样是不是很遗憾的 平时世间的一个比喻来讲的确是 到如意宝的时候应该至少也是带一部分珍宝回来 否则这个人太愚痴了 这些人们也会这样说的 可是我们心里面也是这样想 这次我如果来到世间没有以佛法修持 就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差别 所以我这次已经有了佛法如意宝 我离开世间的时候并不是空手而归 而与我一样非常多的人类虽然来到人身宝珠 但是都没有得到一点一滴佛法如意宝 非常可怜对他们生起一种可怜之心 然后自己如果我以后没有珍惜现在的时光 没有好好行持佛法的话 我也是跟世间人一样的 最后空手而归非常可惜 这样的道理心里反反复复地观想 最后把善根回向给一些众生 下面一期观